本节目由Laura小厨房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芝加哥的春天在哪里 我是Woran 那么这是 陈宇 前几天我收到一个从深圳寄过来的快递 今天准备打开看一下 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X真的吓我一跳 实验的手撕吧 放到中间来 先看一下包装盒 长得像苹果手机一样 这个是Twin Edition 就是有两个镜头 一个是360度的全景镜头 还有一个是普通的防角镜头 那我们先来打开看一下 我给多远一点 你怎么越霹雳我越近呢 这样可以在屏幕正中间 把人收了很多 好 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本体一个广角镜头 还有还有一个360度的全镜镜头 下面是一个电池的底座 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电池就是外接的是吗 这就是一个电池 它防水吗 把它东西都加上去之后 官方说是防水的 现在看一下 我们先把盒子拿出来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它上面的模块感觉跟 大疆的这个标志好像 都是这么一个圆圆的小圈圈 开关键 display 它一共全身就两个按键 全身只有两个按键 是的 拿出来先放一遍 这是一个 类似GoPro的一个 外壳 应该是用来装底座用的 所以它这个会比其他要大一圈 看起来要比GoPro大一圈 它顶上这个还是干啥的 就是这个外壳顶上它还多了一层 这个应该是一个开关 锁住那个外壳用的 就是一个类似GoPro的设计 但是因为它多了一个顶部的开关 应该会比GoPro的外壳要容易打开 我们先把电池装上去开机看一下 我们先装一个普通的广角镜头 下面是有对应的触点 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装的 所以它左右就是顶上的这块部分 这两个模块左右两个能分开吗 这个应该是可以分开的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就是它里面也是带有触点 直接插上 虽然感觉这样好像防水性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可以扔到马桶也试一下 再会 所以它左右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一个是它的本体 它的那个核心 这个是镜头的部分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广角镜头 也可以装上这个全景镜头 360的全景镜头 就是两个鱼眼镜头 A对背合成的 我们先把这个普通的广角镜头装上 试一下 它没有任何扣到位的声音 就是靠用力按进去的 按压的 合在一起 那是不是其实不是很用户友好 这个感觉卡这种东西 好 现在开机了 所以你们按它 你只要把电视插上它就开机 插上电视 然后我按了一下开关 把它打开 然后现在它里面是选择语言 不知道镜头能不能看得到 看不到 看不到的话这个就可以 反正这是一个小的触摸屏 现在就 把语言选了 然后进去 它要激活 这是万万没想到 做的跟大浆一样 不激活还不给用 那激活一下 它现在又进到了画面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听到你批评它了 说现在 批评我像大浆一样 我们现在试着把外壳装一下 这一面 它的外壳的打开方向跟 GoPro正好相反 GoPro在 盖子是在 背面 在屏幕那一面打开 Insta360是在前面镜头那一面打开 我们先把 屏幕上的 纸给撕了 后面还有 头上外壳 然后 可以看一下下面还有什么 来配了 跟GoPro一样的底座 以及跟GoPro一样的 固定 底座的一个 螺丝和螺母 这个4K的 广角镜头拍出来的效果 就应该类似GoPro的效果 然后它跟 GoPro最大的区别 跟GoPro大浆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可以 它模块化的可以更换镜头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全景镜头装上去试一下 这个电池的模块是有一个卡扣 然后它需要 拨一下卡扣才能把电池取下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锁紧的装置 所以安上的时候它这卡扣会响吗 我们试一下 因为感觉这东西要是不响一下 心里就不安心 安上的时候好像并不会响 或者它的响声比较响 但是会有那种感觉吗 就咔哒一下 再试一下 好像有一点点扣进去的感觉 但是并不是很明显 比较不容易确定 这样就感觉非常的能色 你这不嘎哒一下 我就觉得心里不踏实 嘎哒一下 好 我们试一下新的360的全景镜头 就是当你把一个镜头给拔下 插下来 拔下来 然后去换另一个镜头的时候 它那另一个就是多余出来这个镜头 它有给你保护保护套吗 就把它装在里面 防护给防撑什么的 它这里送了一个 这个类似镜头部材质的一个小的布袋 这不是无袋 这只是个眼睛部 这是个眼睛部 那就没有保护 但是可以给它 这里有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说明书上有写到 这是一个全景镜头的保护套 一个塑料的软塑料的一个材质的东西 它应该是用来保护这个全景镜头的玻璃的 那底下的芯片卡扣就还是录在外面的 对芯片卡扣还是录在外面的 并没有什么保护这个接口的方式 你既然都模块化了 我感觉你每次出门的时候 肯定要多带 就是超过一个镜头的 但是你把镜头装上去之后 多出来的那个镜头到底应该怎么存放 怎么放在包里面还能不拆灰 可能这个东西就得稍微注意一下 好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全景镜头装上了 我们开机试一下 开机的声音还是很响亮的 它在户外的时候比较有用 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有没有开机 它全景拍出来的和这个屏幕上看到的取景范围 应该是屏幕上显示的取景范围要小于 真正这个全景镜头所录下来的视角 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产品 我们会让陈宇老师后期 就是再多拍几个视频 然后再来看看它的效果 可能对大家来说更有帮助一点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一期节目 我们是芝加哥的春天在哪里 我们是一群生活在芝加哥热爱摄影和美食的人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